套用Pi-Lead效果 接着呢我们要在卡片上放图片或者照片 那我们先把这一个显示比例的调整一下 那这样待会在操作的时候可以比较清晰一些 那我们增加一张图片进来 点选之后按一下开启 那我们看到它的这个预设值呢 预设的这个图片或照片的效果 其实呢就是看起来很像这个Pi-Lead的这个 特效 那不过呢 因为它都会把这个档案的名称 把这个文字也带进来 所以呢有时候呢 看起来就会有点奇怪 那我们可以直接在文字上面点选 那可以直接去做文字的一个调整修改 或者甚至于呢 我们就直接把所有的文字都清除掉 那这样看起来就会更像一张这个Pi-Lead的照片 直接放在我们的这个卡片上面的这种感觉出来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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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